主席 各位委員同仁 林審記長、石祖記長 還有與會各列席的官員 包括內政部的林次長 經濟部的也是林次長 是不是請那個石祖記長 林委員早 主席長 本席要請教 我想 因為我們一些主要的競爭對手 像韓國、新加坡、日本、中國大陸 在第一季都維持了正成長 那以今年前兩個月為例 韓國出口的 比去年同期 成長了6.8% 新加坡更高達10.8% 那香港也有1.8% 唯獨 只有我們台灣是 互成長 互成長4%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特殊的現象 我想當這個原因 是有很多項 那就是說 就誠如委員所講的 確實我們第一季的情況是不如預期 不過就是說 這個 事實上這個全球的景氣 那依照那個環球透視的 今年4月的預測 全球成長2.8%是有比 這個 2月預測的2.7%是有上修0.1個百分點 同時是足跡上升的 所以 這個 還再加上 美國的情況也是有稍好 所以 整個看起來 我們的景氣 那 雖然第一季是 比較差一點 那麼 未來的幾季 雖然 也有 油電雙掌等等的影響 那 當然就是說 整體的 這個 表現 當我們 整個評估之後 我們今天下午 會做最新的這個公布 處理長 因為 我們像 這些競爭的對手 都在 正成長 只有我們是護成長 包括4月9日 財政部發布 進出口統計 3月份 台灣出口的 出口較去年同期 下滑了 百分之3.2 第一季出 第一季出口也成 副成長 百分之4 那創下 金融海啸喔 復蘇以來 的副成長 那請問 足跡處 預估要等幾月 幾個幾月以後 這個出口 年增率 才會變成 這個 正成長 跟委員報告 當然就是說下午4點 我們會做一個 公布了 不過剛 我也報告就是說 這個 國際的這個 預測機構 像環球透視 他也是 預測 這個 往後幾個季 幾季 是足跡上升的 足跡上升的 足跡上升的 是 台灣有哪些行業 會帶動我們的成長 應該是 好幾項都有 都有這個 哪些項目 像 像電機啊等等 就是說 剛剛提到那個 大陸的景氣問題 因為我們 二月預測的時候呢 我們是引用這個 環球透視 他二月預測 大陸經濟成長 百分之八點一 那事實上 那環球透視 他這個 四月預測的時候 已經上修 大陸經濟成長 百分之八點四 所以這個 相關的因素 我們會 綜合評估 再做一個 下午會做一個 說明跟公佈 主席長 你認為我們 是不是變數太多 所以說 目前啊 這個到底 有沒有落底 還深不可測 是這樣子 就是剛講的 國際的趨勢 是足跡上升的 那我們的趨勢 也是類似了 也是類似 那當 最後實際的數字 當然會 整年實際的結果 當會做一個公佈 主席長 是 二月初主席出說 下修經濟成長率 主要是受到歐債 全球的景氣影響 包括 無薪價警報未除 股票市值 大幅的縮水 那 均不利消費信息 那請問 已經過了兩個月 你認為國內經濟 有沒有互輸的 這個 這種狀況 國內經濟當然是 因為我們二月預測的時候 是還沒有考慮 油電雙漲等問題 那現在 當這個 這個情況 當現在已經比較 已經比較明朗了 那雖然那個 那你認為 比較明朗以後 是會更好 還是更壞 就是 這個趨勢應該也是 足跡變好 就是會變好 足跡 對 是 那你認為 歐債全球 這個景氣還是影響 最近我們 國內經濟成長的 主要因素嗎 對 這個因素 是 是主要的因素嗎 因素之一 對 那個主機長 因為齁 其實民間 人力 人力業者公佈 企業 調薪意願 指出 有七成六的 這些企業 是 完全沒有感到景氣的復甦 齁 那一百零一年 以上半年以來 只有二成九的企業 由意願 來加薪 齁 那七成一的企業 是一點都沒有那種意願來調薪 那請問如果主機處預測景氣會變好 那你認為 這個企業加薪 這個會不會應該要調整 當企業是不是加薪 可能他們會做各方的評估啦 那每個企業可能情況未盡一致 主機長 我想 外頭漲價 可以說 漲價升連連啦 那媒體每天都在報導 漲價的新聞 那你到底有沒有感受到 這個 像這些問題 是 當物價的上漲 像我們每個月都是查424項 這個物價的情況 那我們每個月公佈的時候 當這個物價有漲有跌 那漲 漲得比較厲害 跌的比較厲害 我們都特別都有公佈 我看最近應該是都漲吧 沒有跌的吧 那 那是 對 因您的觀念是不是還是一樣要共體時間 對 就是說 當物價的部分 那 院裡面 副院長主持的穩定物價小組會議 也請各部會 都有因應的方案 那 像國營事業的 像銀生用品等等 政策也是 部長等等 所以我想在物價方面大家共同努力 能夠希望有所控制 主席長 事實上是百業起漲 應該已成定局 行政院這個物價穩定小組當然要查 是不是烘台 壟斷物價 等不法情形 但是本夕認為 再怎麼認真的查 也是啊 沒有辦法 改變啊 漲價的事實 因為 這個整個通膨是 越來越嚴重 那會不會 這個 發生 通貨膨脹現象 交叉又 發生 這個 國內經濟變得 這個 通貨緊縮 會變成更 更蕭條 會不會這種狀況 我想在 景氣方面 我們的管政委員他有個小組在研究因應 物價方面 副院長主持也有個小組在因應 像這個景氣也好 物價也好 都是 行政院非常重視的課題 一定會 各部會共同努力 能夠讓 這個 有關的衝擊 能夠降到最低 那個 經濟部那個 那個 那個 聖務次長 林勝中 林次長 這個 是不是也一併上來 稍後停一下 林次長請 我想 你們兩位 我請教 因為我們這次整個是那個油價的上上條 齁 那你 包括那些柴油啊 因為柴油一般都是營業用的比較多 齁 你不管是 運輸啦 包括這些卡車啦 拖車啦 甚至於什麼 什麼水泥車等等 齁包括一些貨運啦 包括我們這個公共運輸 等等很多都是用柴油 但是這一次的整個油價的上條 沒有把這個 柴油跟 跟汽油啊 做一個區隔 才造成齁很多運輸業 他們是叫鼓連天 那當然運輸業 叫鼓連天 他就轉嫁到消費者的身上 那你說 不通貨膨脹嗎 這是很現實的問題啊 當初為什麼沒有考量說 應該柴油跟 汽油 要有一些區隔 你就是動漲 但是 這些柴油是影響到所有 運輸業 所以才造成很多 他認為說我現在 以前一趟運輸 可能台北的 高雄到台北 可能我只有 吃一千塊的柴油 現在要一千三百塊 你說他要不要轉嫁給消費者 那你說要他控制說 你不能膨脹 你不能 這個物價不能上漲 有可能嗎 我要請教林次長 我想這個油價成本 在各個行業的這種負擔是不一樣 那麼當然最重最大的衝擊 一定是運輸業 這個委員講的 那當初為什麼沒有去考量說 應該要把柴油的部分 因為他全部都是營業用的 營業用到最後 就是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是的但是就是在整個這種 用油的部分 像大宗運輸的我們都考慮到 像一些比較特殊的 像漁業用的這些柴汽油 柴油也都是有考慮到特別的一些 那你所有運輸業全部都用到 所以說才會轉嫁到 所有消費者身上 造成整個都是通膨 其實這個都是很直接的 你們當初都沒有考量 那你說汽油 你汽油你大企業 你開的汽車 三千CC五千CC 越大當然你用的汽油越多 你就是對不對 本來就是他可以承受 那甚至他可以搭一些公共運輸 但是唯獨只有營業用的 你當初整個經濟部都沒有考量到 為他會造成通膨 包括馬上又店價 又要再漲 你說這兩樣是主要民生物價 漲價的源頭 你說為什麼不漲呢 那你怎麼去控制都沒有用的 是我想這一方面的這種對於 民生比較密切關聯性的這個政府考慮到 但是對於那一些運輸的確實是因為它是成本負擔的一部分 成本負擔當然要轉嫁到所有的消費者身上啊 對這個部分我們希望它能夠縮現到一個比較小的影響層面 所以說我認為齁經濟部尤其在這方面要多做考量 不是政策齁那個把人民好像當當當當當當當代載的高揚一樣 反正隨時我都可以漲 不能這樣做啊 你要全盤考量啊 為什麼現在碰過膨脹那麼嚴重 對不對 每天電視都在報 什麼都漲 只有薪水不漲 這是很嚴重的問題啊 我認為主機長在這方面 你也應該要向我們的現在的上級政府來反應 不管是像院長像總統 你都要反應現在民間是罵到臭頭啊 對不對 什麼都來 我希望這個部分真的要多做考量謝謝 謝謝委員的指教